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继续为你介绍更年期 你不舒服了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舒缩这些症状 今天是讲到第四辑 因为食物上有12种 比较长 所以今天讲下绝 另外六样 今天讲第七样 就是蔬菜 吃这些绿叶的蔬菜的好处 大家已经听得太多了 为什么特别更年期的时候有帮助呢? 因为除了曾经提及的十字花花菜里面的 西兰花椰菜花之类 大多数的蔬菜都含有丰富的 钙、美、隔、维他命B群和膳食纤维 这些全部对更年期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先讲钙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维持骨隔和牙齿正常 白肉和健康的 美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肌肉和神经的正常功能 而维他命B6、B12是有利于神经系统的运作健康的 大家都知道 线食纤维可以帮你抢道鱼动 预防便秘 所以这个蔬菜任何年纪的人都要吃 更年期更加需要 因为普通的慢性病就会浮现 所以更加要吃多些 第八样就是鸡肉 更年期的过程中 痴激素的下降 会导致我们的肌肉质量和骨隔的强度都会下降 吃多些鸡胸肉、鸡腿肉 是能够获得优质的蛋白质营养素 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高胆固醇和肥胀症的风险 而鸡肉也有丰富的色胺酸 这是可以帮助人入睡的胺基酸成分 所以很多在更年期中就会有失眠的情况 吃多些鸡肉就会减轻这个情况 第九样就是绿茶 我介绍很多绿茶的视频给大家 如果你想看茶道就有很多资料 它一直被视为减绑抗氧化的最佳饮品 除了能够替代那些含糖饮品、咖啡、提神的饮品之外 它还能够延长寿命 改善心脏健康 可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 而它含有一种独特的茶胺酸成分 是有助于更年期妇女的舒缓情绪 帮助她入睡 以免失眠 第十样就是黄豆 黄豆是最佳更年期的保健食物 黄豆制成品很多 豆浆、豆腐、豆干、豆粑 很多这些选择 它含有丰富的大豆耳黄酮 是一种植物痴激素 这个植物痴激素 和我们人体痴激素的结构很相似 所以能够调节身体中痴激素的反应 而这个大豆耳黄酮 它是能够缓解更年期的症状 好像帮助骨骼更健康 预防乳腺癌风险 乳腺癌的复发 和肿瘤细胞的生长 而第十样就是阿麻子 阿麻子油是最佳的植物油脂之一 阿麻子有丰富的Omega3、纤维、木分素 和维他命B群 有一个细形的研究 用140名的女性 她服用阿麻子油三个月后 发现更年期症状可以减轻 生活质素大大提升 而阿麻子、芝麻含有木分素 这也是一种植物痴激素 研究发现这些木分素、大豆耳黄酮 和植物痴激素 是能够缓解更年期的症状 最后介绍的那一天 就是人人都吃过的麦皮 或者叫燕麦 这个在欧美国家 当一个早餐 不止便宜 而且还可以预防糖尿病 高胆固醇 肥胖发炎和便秘 很多用它来制成的饮品 可以帮助在更年期间 同时补充热量之余 还可以有其他的营养素 同时 你这个正是麦皮 朝早做早餐 可以是很适合配搭各式的果类 那些梅果 阿麻子 加酸奶 这些全部都是更年期 有帮助的食物 所以这个是百搭的食材 介绍完这12样的日常 随时买得到的食材 那你在更年期间 就可以减轻很多的不息了 希望这些资料 可以帮到所有 在更年期中不息的朋友 改善你们的情况 多谢你们收听